第七十五章 光明神殿里的日子 夏 宁缺说得很自然 尤其是最后那句火热的身躯 更是有些像年轻的诗人写下的拙劣诗句 有一种直冷的喜感 桑桑不觉得欢喜 神情弹幕说道 不用 宁缺觉得他是在客气 或者说假装客气 或者说他是要说服自己他是在客气 于是他不客气地往踏上挪了挪 手落在了被褥上 桑桑看着他 明亮的柳叶眼里没有任何情绪 连憎恨也没有了 宁缺的脸瞬间变白 开始咳嗽 咳嗽一旦开始便再难停止 他咳得撕心裂肺 痛苦地勾搂着身子 直到咳出心血落在地面上 如阴红的霉 他的胸口像一把烧红的刀刃捅穿般痛苦 他很担心再这样咳下去 可能会血尽而死 更可能会把心肝都咳出来 桑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宁缺站起身来 离开他盘 揉着生疼的胸口 抱起应该属于他的被褥 走到阴暗的角落 铺好 躺在上面 发出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 有些委屈 想当年 在民山里 他和桑桑向来是一起睡的 在卫城里虽然有一床一炕 但睡着睡着 两个人最终也会睡到一张床上 去到长安城后更是如此 无论老笔斋 还是雁明湖畔 终究只有一张床是暖的 如今身份地位倒转 竟连上床的资格 他都没有了 两名白衣女童手里拿着梨木杆 正在把曼莎挑落 看着这幕画面 听着宁缺委屈的叹息 先前那名在造访里 与他说过话的女童 忍不住笑了起来 虽然没有发出笑声 渐渐展开的眉眼间 笑意却开始荡漾 换作以前 宁缺肯定会与这名白衣女童 调笑两句 或者再扮演得更委屈些 但现在 他什么都没有做 因为他担心这样的调笑 会让桑桑不悦 而他的不悦 可以很轻易地 让这名白衣女童消失 宁缺知道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还是浩天 如果可以 桑桑早就把他杀了 既然桑桑连他都舍得杀 那么他便舍得杀任何人 宁缺是个很冷血的人 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死更多的人 尤其是在这座冰冷的光明神殿里 他想要带来的是温暖 而不是别的 两名白衣女童 自去侧店休息 夜色里的光明神殿 变得格外安静 风雪从露台处飘入店内 但却没有让店内的温度下降分好 宁缺没有睡着 在这样的情形下 确实很难睡着 他看着露台方向越来越大的风雪 想着这场雪 已经落了很多天 眉头微皱 西陵神国 号称浩天眷顾之地 四季分明 却从不严酷 无论盛夏还是深冬 都没有人类难以承受的函数 比长安城要好很多 然而今年冬天的西陵 比往年要冷很多 很早就开始下雪 并且始终没有停止 宁缺没有在西陵生活的经验 却也明白这种情况有些罕见 心想 老师把桑桑这个浩天留在人间 难道永夜真的还会降临吗 他缓缓地坐起身来 走到榻旁 望向桑桑 桑桑闭着眼睛 眉毛轻轻搭着 每根眉毛的长度以及间距都是那样的精确 看上去就像是画出来的一般 透着骨不真实的感觉 宁缺静静地看着他 看了很长时间 他看着他的眉眼 眉眼间的漠然 看着他的睫毛 睫毛里的智慧 看着他的双唇 双唇间的红润 看着他的耳 耳畔轻飘的发丝 他不知道桑桑这时候睡着没有 不知道浩天需不需要睡觉 但他知道 就算桑桑已经睡着了 周遭的变化也无法逃过他的感知 但桑桑没有醒来 依然安静地闭着眼睛 仿佛正在做最香甜的梦 他的容颜是那样的普通 却像极了最尊贵的公主 对宁缺来说 桑桑现在的脸很陌生 但这样静静地看着 他却觉得越来越熟悉 好像过去这些年 他一直就是长得这样 你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浩天 还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妻子 西陵神殿上空的叶穷 被雪云覆盖 看不到月亮的身影 光明神殿内漆黑一片 幽静无比 所以能听到雪落有声 他的声音像雪那般清洁 那般松软脆弱 如果说你要了断于我之间的缘分 所以要我偿还曾经亏欠你的这些东西 那你呢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应该把属于我的东西 还给我 桑桑睁开眼睛 细长的柳叶眼明亮无比 看不到任何残留的睡意 也没有一丝慵懒的感觉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睡着 他看着宁缺 面无表情问道 比如 宁缺想了想 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在他看来 那些事情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他身为骄傲的人类 怎么能像浩天一样无趣呢 他望向自己的双腿间 无奈说道 比如 这个 有些东西 没有了 确实很不方便 尤其是方便的时候 非常不方便 桑桑重新闭上眼睛 再没有说一句话 我会继续看着你 所以请你 稍后不要再忽然睁眼了 虽然你现在的长相 比当年更普通 但忽然睁眼 还是很像恐怖片 桑桑没有理他 宁缺也没有理会 他不理自己 站在他旁 静静地看着他 看了很长时间 站累了后 又搬了个浴凳 坐在他旁 继续看 一直看到风雪渐微 晨光渐升 西陵大致三千四百五十年 西陵神国 下了好大一场雪 桃山披银带霜 分外美丽 依旧聚集在各村镇的信徒们 却是被冻得有些可怜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向来温暖的西陵 会迎来这样一场寒冷的冬天 掌教等人与宁缺一样 隐约猜测 可能与永夜有关 望向光明神殿的目光 便显得愈发敬畏 没有人知道光明神殿里的情形 宁缺被解除幽阁 压进神殿后 便再没有出来 也没有任何消息 从殿内传出来 光明神殿里正在发生的故事 如果仔细想来 其实显得有些荒谬可笑 透着古孩子气般的可爱 当然 天真往往也是最残酷的事情 如果这是一场伴家家酒 宁缺扮演的当然是仆人 他每天清晨醒来 便开始洒扫庭院 光明神殿实在太大 要打扫一遍 也都会累到半死 然后 他准备早餐 接着洗碗洗衣服 再做中餐 再洗碗拖地 再准备晚餐 接着再洗碗 给桑桑洗脚 最后拖着疲惫的身体 沉沉睡去 他吃的都是剩菜剩饭 便是洗脚 也是用桑桑剩下的洗脚水 对长教等虔诚的 浩天信徒来说 大概很愿意 把铜盆里的洗脚水 直接喝到肚子里去 因为那里面 有浩天的味道 但宁缺可没有 这种变态的信仰 自然无法变态 而且在他曾经生活过的 那个世界里 喝老婆洗脚水 是对一个男人 最大的侮辱 除了这些 每天都必须做的家务活 他还要服侍桑桑的 衣食起居 包括 烹茶 一骑 烹茶这种事情好说 一骑 沉皮皮都从来没有赢过桑桑 更何况是宁缺 所以一骑 反而成为了他最痛苦 最羞辱的事情 日子就这样简单枯燥地重复着 他疲惫地做着各种事情 夜里脑袋沾着枕头便睡着 再没有精神站在踏盘 看他一夜 桑桑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那般的漠然 宁缺对光明神殿的生活 本来抱有极大希望 想通过朝夕相处 让他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如今 看着他没有任何情绪的眉眼 希望 早就成了失望 某天 他拿着竹条柱在露台上扫雪 天气极为严寒 就像他现在的心情 他现在的脸上 也没有了笑容 就像寒冷的群山 竹条柱在积雪上 疏疏划过 像是毛笔 在微操的牙齿上写字 露台上 被扫出无数道缭乱的痕迹 看上去就像是一幅草书 提笔写草书的那人 情绪有些狂躁 便在这时 风雪咒怒 不停地向山崖洒落 刚刚清扫一半的露台 瞬间便重新覆盖了一层雪 那幅草书 就这样毁了 宁缺停下扫雪的动作 握着竹条柱 站在风雪中 看着灰暗的天空问道 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替你洗过很多次脚 做过很多次饭 拖过很多次地 刷过很多次碗 你现在做的 不及我做的百分之一 宁缺沉默片刻后说道 你知道这是没用的 我确实欠你不少 但你也欠我很多呀 我们之间永远都没有办法算清楚的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向殿内说道 在民山里 我背过你很多次 我给你洗过很多次尿布 为你吃过很多次饭 我为你杀过很多人 桑桑缓步走来 面无表情说道 这是人类的普遍情感 连幼稚心 风雪中 宁缺的心情 就像风雪那般冷 风雪那般的怒 那你长大后呢 你病的时候 我把你搂在怀里 用体温暖你 你怎么还我 从书院到烂科寺 再到朝阳城 你的脚一直都是我洗的 你怎么还我 我背你杀出朝阳城 杀进荒原 当整个世界都想要杀你的时候 我一直把你背在背上 这些你又怎么还我 桑桑走到栏畔 在风雪中 副手看着人间 绝壁外分扬的雪片中 出现了很多画面 这些画面有些模糊 却又是那样的清晰 那是河北到大汉后的那长雨 那是民山陷阱里挣扎的右兽 那是在书壁湖畔 兴高采烈 搁着马贼头颅的少年 那是提着酒壶与烧鸡 摇摇晃晃行走的 小侍女 那是老笔斋里的尖淡面 那是朝阳城里的朝阳 朝阳下 他背着她 不停地奔跑 不停地挥舞着刀 他虚弱 却幸福地靠在她的肩上 手里紧紧握着大黑伞 那是老笔斗里的尖淡面 那是老笔斗里的尖淡面 那是老笔斗里的尖淡面